今次分享的路線就是去深沖這個地方 我們會由水浪窩出發 經榕樹澳再去深沖大草原 沿路都是平路沿著海走 是一條輕鬆的郊遊路線 快點帶你的小狗一起出發吧 水浪窩停車場的車位也不算多 其實停車場的對面馬路這個位置 有個牌坊寫著水浪窩 走進去就是觀星台 但因為我們時間不多 所以回程有時間再去 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出了停車場之後 就向這個方向走 沿著馬路一直走 就會看到榕樹澳這個牌子 看到牌子之後就左轉 左轉 左轉落斜路 車的朋友千萬不要一直走進去 因為這段路段是這麼 私家車走的 如果要走就要有這麼矩子 前面就有個閘閘住了 當我看到站在下路圍這個牌子 就走直路那邊 還有我們今天星期日來走 沿路也不算多人 一直沿著海走 直至看到好像有一個 休息區的地方 就在這個位置 轉了 這裡可以走下去小堤坝 嘩 是不是這裡的 那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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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 對 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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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這裡 這條路可能不多人走 所以呢 雜草重生 小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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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好 向前走 這條路也要小心啊 Coffee 小心啊 看到有人走上來 就知道沒有走錯了 小心啊 小心啊 有一段都挺危險的 如果抱著狗的話 太危險了 剛剛那裡 我們就沒有拍了 最好之後的人先下去 然後再交接狗仔 好 我們現在去蹄巴了 沿著碎石 走出去 不知道我們可不可以成功去到蹄巴呢 不知道值不值得呢 嘩 這個地方就沒有什麼人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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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山帶一支噴水壺來洗手也不錯 好好feel 我們吃下一餐啦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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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條牌這裏下去 是安全很多的 因為 沿路有一些爬山人士 綁了一些繩子 在這裡 建議 由這條小路下去 就不要在 剛才那個位置下去了 好 我們回上來了 繼續我們的 心衝之旅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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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ami 嘩嘩嘩 其實就算不下去提拔 上面也有一個休息區 是很漂亮的 這段路真的很漂亮 而且沿路有超級多的休息位 看見這個牌就轉了榕樹灣繼續走 榕樹奧 榕樹奧啊 榕樹奧繼續走 到了榕樹奧村 這裡又會有一個公廁的 可以去一下廁所先 村民很好 沿路會有很多這些牌 教你怎樣走去深沖 跟著路牌走就可以了 會見到很大棵杜鵑花 就在這個路口走進去 因為現在時間已經是下午4點了 所以我們去不到紅樹林那邊 你看到有一班人在那裡 如果想去紅樹林的朋友 就要在看到那個牽引狗仔的牌的時候 向左手邊走 就會進去 走右手邊就會繼續去深沖的路 途中還有一間來記士多 讓我可以坐下來吃點東西 這次這條郊遊境真的非常容易走 沿路也是平路 一級樓梯都沒有 而且還有天然的樹蔭 還要沿著海 太好了 9分鐘 喊上去 奇迪說要留點力去跑草地 我們到深沖大草地了 奇迪到獎了 陳姿 陳姿 哇 現在時間是5點15分 今天的日落時間是6點鐘 如果你是開車自駕遊 要走回程路的話 遇一程大概要兩個小時左右 所以我們要走了 這個草地我覺得 就沒有上次那個 安平高原那裡那麼好 因為可能最近有點潮濕 很多那些跳濕 所以最好臨走前也要檢查他們身體上面 剛才我也特地帶了一把失梭 這裏梳了很多一粒粒黑色的跳濕出來 如果來深沖 除了沿路接返還可以選擇船出去 就上網看看他的船旗 為什麼你又抱回去 現在是6點13分 開始天黑了 好開心啊 我們截到的士 順利離花停車 謝謝你收看我們的影片 看完就麻煩你 希望你可以給我們一個Like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下一條影片 Bye Bye